我作為一個人生活在社會上 不要覺得我又是這個新聞 我又沒有感覺了 而是就算我乘車或外出 看到他們的話 我都會對他們點頭微笑 或者純粹在日常生活遇到的人 都會希望能夠帶給人溫暖 我們要留意之餘 我們要提出問題所在 因為如果你連提也不提的話 大家就好像真的無視了 至少我們好像我們出戲 做了出來 提出了出來 希望之後觀眾看完 會一起關注這件事 怎樣為這個角色準備 其實我有跟這個記者的原型人物接觸 也有跟不同的新聞記者接觸過 其實他們是很獨立 自己一個人去找資料 然後自己去寫 我自己都真的好像曉奇 自己開著一輛車 因為我平時開車 我不是開車的 我開車很差 但我也想突破這個心理關口 獨立一點自己 開著一輛車去不同的地方 遠射 可能遠射樓下看看進出的人 甚至乎去到遠射的實地考察 去找一個記者的感覺 至於我在事前都會跟編劇和導演溝通 想小玲是一個女性性格的女性 雖然她是有自力上的限制 但其實她的情感上 都是跟我們無分別的 所以我就會讀一些醫療的報告 去分析究竟 因應當時劇情上的情況 她會做出一些什麼行為才是合理的 然後再挑選適合這個角色的行為 再融合在一起 再回應寶儀是一個很好的對手 一起去生這個角色出來 以前都會做義工探望獨居長者 或者我以前曾經 因為我很喜歡表演 所以我就有學做小丑 那時候十幾歲 然後就幫一些扭波 帶一些歡樂給一些智障人士 我也有做過這些義工 我之前也有一出電影 是關於一些特殊人士的學校 所以之前也有接觸過他們 但是說到你說院舍裡面這些問題的時候 真的當時自己有看過 當年有看過這些新聞 但是當刻我好深感受 但我之後可能真的沒有再追蹤 直到導演找我 說要試鏡 試這齣戲 關於這個題材 我才知道有人把它拍出來 我就把這件事 在網上能夠看的資料我都看了 才知道原來這件事是這麼荒謬 另一個是他綁住了他的手 因為不想他動 就在浴室洗澡 但是那個人 他完全沒有留意過水溫 他就一直開著等他自己啃 直到後來他再看他怎樣 洗完沒了 就已經是燙傷了 這件事我是很深刻 我自己比較近排的 因為之前當時的這些新聞 其實他們真的有做過一些 改善軟舍監管的問題 但因為始終香港的醫療人手不夠 所以我看過一個新聞 就是因為想過度活躍症的小朋友 不要動 他就放了一個很硬的球在他背部 令到他可以長期停植坐 令到最後他整條脊椎變成型 導演在我們做宣傳之前 我們只是做過演員的screening 那一刻我等著他看的時候 是很緊張 然後出來後我哭了很久 因為我看到John哥和修哥 他們之間的感情 再加上Jennifer 我就已經 他真的演得很好 大家可以看一些群戲 大家可以看 後面有很多臨時演員 特約演員 他們都是非常好 是好到我們第一次進去院 所以看到他們 他們先拍攝 拍攝一些他們的鏡頭 我和寶儀哥和John哥 我們都以為 是否真的請了一些特殊人士來演呢 到剪輯的時候才知道 原來他們不是 我接通白和修哥 他們一起出去 出街 在車他們看出去的那場戲 我不知道為何我對這場戲也很有感覺 可能是自己也試過有親人住老人院寫 你會知道其實他們不能出街 真的很慘 所以帶到他們出去 可以見到一些街道上的東西 有一個自由 其實是很… 那場戲很觸碰 我生日之前 我是有點不安的 糟了 我就是要變老了 怎麼辦呢 一定是又肥又醜樣 然後骨膠原就沒有了 我真的有這樣想 所以我很積極地做運動 希望自己不要老得那麼快 因為我經常都說 演員要享受自己任何一個年紀 有皺紋都可以的 對 然後你去到吹淡足那一刻 糟了 怎麼辦呢 然後很慶幸 有時候買酒都要有人查我身份證 我就YES 那個恐懼就是 很害怕 自己一起來看見髮鏡 哇 好慘啊 這樣 因為我是一個真是見步行步的人 比較少是做計劃的人 遇到一個好的角色 好的劇本 就去做 然後就繼續走好每一步 就是我的目標 因為我也是想 30歲有自己家庭 有小朋友 現在30歲 做媽媽 現在還有兩個小朋友 所以 責任好像更加大 一個有工作 在身的媽媽 都會很忙很辛苦 但是我很享受這個時刻 生完第一個小朋友的時候 我是很… 很… 憤怒的 我會覺得 我之後有任何人找我演戲 甚至乎是有哭過的 但是真的很被動 你不知道機會是何時來的 當我這麼擔心之後 那時候過多幾個月 又有一部電影找我演戲 之後就接著拍八日之下 現在上映 我發覺也沒有你擔心那麼多 你準備好自己 等你有機會的時候 你做好它就接著下來 別人見到你做得… 認真做得好就會繼續有 找你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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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